字幕提供 在現場五星安裝說明書中,有提到安裝銅塞時的要求事項。 請務必按照說明書指示施作。 所有的銅塞都需要用8公里的鑽尾去砸孔。 鑽孔深度為15公里。 請在膳尾上用紙膠帶作為記號,避免打孔過深。 鑽孔完成後,準備安裝銅塞。 五金附上的銅塞有帶螺芽,不能用敲打的方式施作,會損壞結構。 需使用6號的六角扳手。 請務必使用六角扳手轉動索覆固定。 並且確認完全鎖上即可。 床框結合。請務必按照說明書指示施作。 兩片床框平行擺放。 床框橫桿分為床頭橫桿跟床尾橫桿。 現在看到的是床尾搭配的橫桿。 擺放時橫桿缺口朝外。 有四個頭圓孔。 分別對應床框的四個點。 是合併床框後的鎖點位置。 床頭橫桿的部分,可以看到缺口較多。 擺放時橫桿缺口朝外。 缺口都可對應床框頭的鎖點。 橫桿上有四個點是帶螺芽的。 是合併後要跟床框做結合的鎖點。 接下來放入橫桿。 這是鎖橫桿的專用螺絲。 與要鎖床板的螺絲長度不同。 鎖上前要確認。 其中一邊先鎖入螺絲。 避免合併床框使橫桿位移。 兩支橫桿都放入後,合併床板。 合併後鎖緊床框與橫桿的螺絲。 在中段處用螺絲加電片與防滑螺姆結合。 需用活動板手搭配電動起子將螺絲鎖到最緊。 再次確認床板孔位。 安裝說明書上的床板圖面為收合狀態。 床尾在上面。 現在畫面中床板是落地狀態。 床尾在畫面下方。 請確認床框與床板的頭尾一致。 把組合好的床框放到床板上。 床框周圍每個孔洞跟床板都有對應的孔位。 使用原廠螺絲鎖上與床板做結合。 參照說明書確認床尾尺寸無誤。 安裝鐵片。 利用附件鐵片打板孔位圖1比1,底板高度一樣的話。 可以依據圖面指示相關位置。 貼其側板鑽孔濕座,並鎖上鐵片。 床框左右兩側各有一處作動結構。 一定要將附件塑膠套筒放入結構的軸,減少摩擦。 確認好後,兩人抬起床框結合鐵片。 鎖上相對應的螺絲,比較長的鎖上面。 較短的螺絲對應下面同塞的鎖點。 接著結合床角與連動桿。 床角插入連動桿的孔洞,將可轉動的床角垂直於地面。 在連動桿上對應的位置鎖上兩顆指腹螺絲。 入床角置於地面時,沒有垂直地面。 可鬆開兩顆指腹螺絲,調整床角。 確定與地面垂直後再鎖緊指腹螺絲。 安裝氣壓棒。 將氣壓棒的U型端放進T型鐵片的下方結合處。 J型端開口朝內依靠在T型鐵片的上方結合處。 放置好後, 緩慢地抬起床板,並推進櫃體裡面,將會聽到氣壓棒卡進接合點的聲音。 接著打開床板確認氣壓棒是否卡入接合點。 確認床角作動正常。 以緩慢的速度放下床板, 過程中觀察床角作動會不會跟床板相互干涉。 如果有干涉問題,請勿繼續放下床板, 否則將導致連動桿損壞。 最後一個步驟, 將床檔插入床框對應孔位即可。